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V呢 V它是XYZ的函数 所以你对它做偏微分两次 它里头还有YZ 你对Y来做偏微分两次 它还有X跟Z 所以这个每一项都有XYZ 你要解出它是什么值 相当的不容易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 有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令 VXYZ 它可以是三个函数的成绩 这个函数仅仅是X的函数 这个仅仅是Y的函数 这个仅仅是Z的函数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解 那你说为什么你可以令它是这个东西 我们就说你不令它这个 你解不出来 你解不出来 解不出来 解不出来就没有意思 我就是要解它 我就是要解它 只有这个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才可能解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带入上式 带入这个式子 带入这个式子以后 我们 Zaplus equation就变成这样子 把这个式子带进去 带进去 它对第一项 对X做偏为分 那么Y跟Z可以当作常数 对不对 那么就是Y Y跟Z这个 没有X 所以呢 只有后面这个 这个几分两 微分两次 那么第二项 它只有Y 所以呢 它的Z跟X 是常数 这个就是 D平方Y overDY平方 再加上 XY 变成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就把 每一项 我们都用XY 大XYZ来除 除以这个 你这个方法要好好学 你近代物理里头也用得到 所以这个 要仔细的 就把它弄懂 每个都除这个 那这个YZ 那这个YZ 被这个除的话 就剩下X 所以这个就变成 X 分之一 第二项 变成这个 Y 再加上 要等于0 画成这个以后 我们就看得到 这一项 仅仅只有X 这个坐标 这一项 只有Y 这一项 只有Z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 坐标 拿坐标来讲 你X跟YZ没有关系 你Y坐标在哪里 你跟这个X字 跟Z字都无关 因此 这三个字 彼此应该是 没有关系的 但是它加起来 要等于0 怎么可能加起来 等于0 比如说这个跟X有关 这个仅仅跟Y有关 这个仅仅跟Z有关 而且XYZ都任意改变的 任意改变的 比如说偶尔 这个X跟那个Y 跟这个Z 有加 有正有负 加起来会等于0 偶尔有那么一个机会 但是我X一改 或者我Y一改 Z一改 它还会等于0吗 就没有那么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既然都只是跟 这个只是跟X有关 这个仅仅是跟Y有关 这个仅仅跟Z有关 它加起来要等于0的话呢 那只有一个 它不可以 每一项都不可以 含有X跟Y跟Z 那就是什么 就是纯常数 这里头也可能有常数 这里也可能有常数 这里也可能有常数 所以常数 像加起来等于0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说 这个 由于 是函数 那么这个 也就是XYZ 那个是XXY这个Z 而且XYZ呢 可以任意改变 为任意值 所以 所以 这个式子要等于0啊 那一定是 每一项 都是常数 每一项都是常数 那三个常数 加起来等于0 三个常数 三个常数 是何为0 好 那现在我们就 另 是什么常数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假设 第一项 好 等于常数 我们另它等于这个 假设它等于这个 那么 那么这个里头的KX 它可以是时数 也可以是 虚数 于是 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写成 D平方X DX平方 加上 KX平方的 写成这个 为分方程 好 同理呢 我们可以令 第二个 第二项 等于 KY平方 同理可得 我们写 可以得三个方程式 这三个方程式啊 形状都一样 但是它的 KX KY KZ 的值不一样哦 因为它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时数跟虚数 如果是时数的话呢 平方以后 就是正值 如果这个是虚数呢 平方以后变成负的 对不对 它就变成负的这个 所以 那么 这个 X 到底是多少 大Y 是多少 大Z 是多少 我们要解这三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这三个里 有这三个 还要记得 这三个就是 我们不说 这个是常数吗 对不对 这三个常数之和 要等于零啊 三个常数之和 等于零啊 那就加上 K Z 平方等于零 好 现在我们就来想办法解 这三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因为它形态都一样 所以我们就拿一个来做例子就好了 一个做例子 你解其他 这个例子它可能有几种状况 那就是说 以后 其他两个呢 可能 跟第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形态一样 但是它的K值不一样 好 我们现在拿这个来解 我们就解一个这个 好 这个微分方程的解 有下列几个状况 KX等于零 如果KX等于零的话 这个常数是零的话呢 那么这个是这 这里就没有了 那就剩下这个 这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我们不是解过吗 对不对 就是一维的 这就是一维的 一维的方程 微分方程 它的解就是这样子 A0 B0 这是第一种状况 好 第二种状况呢 若KX等于K K 为实数 为实数 也就是说 KX平方 实数的平方 是正值 好 那这个时候 微分方程就变成这样子 加上K平方 K是正 K是正值 这种 就是 Second Order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你们学过 微分方程没有 还没学过 正在学 OK 这很快就学到 因为这个是最 最简单的 微分方程 它的解 它的解 可以写成这样子 你可以写成 Exponential的形态 Exponential C文 Exponential 这Exponential上面的 这个次方 是一个 虚数 这里的J是代表 根号负1 有的时候 我们 根号负1 用I来代表 但是在电学里面 I就是电流 我们就用J来代表 好 加上C1 加上D1 Exponential 负 J KX 这个也可以写成 三角函数 的 可以写成 A1 Sine KX 再加上B1 Cosine KX Exponential 写成这个形态 等一等我们会把 Exponential 跟Sine Cosine的关系 写出来 我们最下面会写 你就先说 它可以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 也可以写成 这种形态 我们到时候再看 我用哪一个表示 比较好 好 第三种 它就是虚数了 K呢 还是正值 那么 也就是 KX 虚数 那虚 它的平方 就是负值 会负值 好 那么 维分方程呢 就变成这样子 这里是 简的 这个地方是 加的 那里是简的 简的话呢 它的结 也可以写成两种形态 一个是 Exponential KX 这里没有虚数 是实数 D2 Exponential 我们可以把这个 化成 双曲线函数 变成A2 Hyperbolic sine KX 再加上 B2 Hyperbolic sine Cosine Hyperbolic cosine KX 这个是实数 K正值 K正值 正要正 我看看 K为实数 K为实数 我写错了 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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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没有 前面有个 虚数 OK 好 那现在我们 就把这个关系 这个跟这个的关系 还有 这个 跟 三cosine 的关系 我们写出来 这几个关系 以后 你们会常用到 好 这一套呢 那cosine 反过来 cosine KX K等于 二分之一的 Exponential JKX 加Exponential 负 JKX 好 这是一组 就是Exponential 正负JKX 次方 跟 三cosine 的关系 然后 Exponential 它的次方 没有J的话 是实数的话 它是等于 Hyperbolic cosine 然后我们写 Hyperbolic cosine X KX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 Exponential KX KX 这个 这个 那么 Hyperbolic Sine KX 好 这是以上我们分析 像这么一个形态 这三种形态都一样了 他们都可能有这三种状况出现 都可能有 它不会三个状况都一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看一个立体 好 这两个是什么呢 是半无限大的导体平面 所谓半无限大 就是说它有开始 没有末了 这是开始 我知道它开始这边在这里 这边过去 一路过去是无限远 然后这两边都是无限远 OK 好 是这样的一个半平面导体 那么它摆在这个坐标轴上 这是平行的 这两个互相平行的 这个地方跟这里的距离是B 距离是B 好 现在我们呢 让这个导体的电位等于0 这个导体的电位也等于0 就是这两个导体平面的电位都等于0 但是这个地方啊 这里呢 没有跟它连在一起 稍微有分开一点 这个地方的V 这个地方的V保持一个 这个V不是定值 它是跟Y轴有关 跟Y坐标有关 跟Y有关 就是这个面 那现在我们要求这个当中的V 我们就写V等于多少 等于等于我们再来说 我们要用 其实这已经告诉你是迪卡尔坐标了嘛 我们用迪卡尔坐标来解 你们这个书上应该也有这一题 那个题目呢 你就把书上这个 引引下来剪上 剪一剪贴上去 我就不再写了 写的话 占据太多时间了 好 要解V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边界值的问题啊 边界值的问题 我们这里就用Laplace equation解 因为这个当中都没有 Charge density的分布 那就用这个解 好 那现在我们要取一个 我们要用迪卡尔坐标 迪卡尔坐标 那当然我们就把这个迪卡尔坐标 写出来嘛 好 等于0 我们用这个坐标 那我们现在看一看 它有没有可能呢 不是三维 是二维或者一维 那我们就从已知条件 这个条件告诉我们 当Y等于B的时候 potential是0 这个地方跟X无关 跟Z坐标无关 但是Y只要改变 这个当中不是0哦 这里虽然是0 这里可能不是0哦 到了这里 V又等于0 可是在这里呢 也是跟X无关 跟Z无关 有 就是说我们有已知条件 而知 它随着 不是 这个地方 我说错了 它跟Z无关 但是跟X有关 为什么 因为这一端 X等于0 这一端呢 它有值 那一端呢 都是0 就是说它跟这个Y有关 跟X有关 那么这里是 V0 这个V0跟这个坐标有关 至于说这个地方过去是不是0啊 我们不知道 这里是0 这里是0 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值 如果是无限远过去 那当然是0了 不过它这个当中是X的函数跟Y的函数 那么因此我们说 这个V 是等于V X 跟Y 但是与Z无关 与Z无关 好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写成这样子 则 Laplace V 它只剩下两项 两项就 比三项要好多了 好 那现在V呢 还是XY的函数 这里头有XY 这里头也有XY 这个 XY都可以随便改变 那么你要它加起来 等于0啊 这个机会啊 很少很少 所以我们就 我们现在用这个 分离变数法 我们就 我们就 另 V X Y 它等于X X Y OK OK 好 这个是第一式 第一式 我们把它 带入 这个式子 然后再 全部都用X 大X 大Y 大X乘大Y 来除一除 我们就可以得这个 然后呢 这两个 常数 有这个关系 有这个关系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解这两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解这两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解的时候我们要把 因为它你要积分两次 积分两次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把 边界条件带进去 你才能够把那两个 常数 把它 解出来 我们就把边界条件 先写一下 X等于0 就是在 靠这个 这个面 Y呢 可以任意改变 Y等于任意改变 这个时候 它是等于V0 Y V0Y 好 那么 V 我们可以判断 X在无限远的地方 因为只有你这里有电位 电位 那么 有电位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导体平面可能会有Charge Density 这个地方都没有 所以 越 越 越离这个Charge Density的地方啊 它的Potential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到无限远 当然就是0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就变成0 还有一个就是 Y等于0之处 就是这个平面 这个导体平面 这个导体平面呢 就是Y等于0 X呢 任意位置 都是 V都是0 还有就是VXB Y等于B就是上面那个平面 也是0 好 这四个就是它的边界条件 你边界条件一定要仔细地去把它弄清楚 你写错了以后就解 解的话就会解错了 好 现在我们就来解这个 这个地方要解的话 它的值就要看KX是什么值啊 KX是什么值 KX 如果这个是一个正值 KX平方是正值 那么这个X的函数呢 就是Sine跟Cosine的函数 会变动的 如果这个是负值 那么它就是一个Exponential Exponential 不是DK 就是上升的值 那现在我们就 从它的边界条件来判断 Laplace Equation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你要判断它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函数形态 它难就难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 把这个写出来 因为 因为 因为X等于0的地方 靠近那里 Y任意值的时候 它都是V0Y V0Y 那么 V X无穷远的时候 它是0 它是0 所以 这个当中 它从某一个常数 某一个常数 一直 X增加的时候 一直衰减到0 所以它是一个 下降的一个 一个取 递减的函数 所以 我们说 在X方向 是一个D减的函数 如果是D减的函数 我们就是用 那个已经插掉了 那就是K 所以我们就选择 选择KX 要等于 虚数 它的平方才会是负值 所以我们现在就 这个式子呢 就变成这样子 减掉 K平方 0 好 那这个解呢 我们就知道 X X 它就是 C2 Exponential KX 再加上 D2 Exponential Fu KX 好 这是第二式 OK 第二式 难就难的 你要能够去 判断 能够判断 所以 解Laplace Equation 可以说是 解电位里面的 这个 境界最高的 你要能够 这个方法用的好 大概其他方法 你都已经 已经用的很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考虑 这个Y方向的 好吧 我们今天就先 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再 一起来看 嗯